演藝圈在爆出信騷風波 網友指控一名男星在工作室會議室裡 兩肚從後面環報 和男星一起工作的女同事 嚇到不知所措 原本以為還要做會議記錄 男星竟然再次冒手冒叫 事發後女同事傳訊息告訴男星 沒事不要這樣抱會嚇死我 對方卻說 可是我很需要還跟他道謝 說盡量不再犯 只是女同事也接貨 工作室另一名H女也被騷擾 男星以借廁所為由進入他家 竟然跨坐在女生腿上強吻 甚至解開內衣 直到女生勸阻才停下 另一名前同事則是在收工後 和男星獨自在車上 竟然兩肚息胸 隔天還以黃湯下肚的理由 對他毛手毛腳行為道歉 遭遇性騷的同事 對男星的描述是勇敢冒險做自己 形象非常好的爸爸 舉家搬到台中 不少線索指向一人右勝 右勝打破沉默 坦承自己就是文章裡的主角 為自己曾經的行為 所造成的傷害 以及陰影感到抱歉 也會面對曾經犯過的錯 不會逃避 並且一連道歉兩次 經紀人也補充事件發生後 右勝勇於面對 希望世界越來越好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